她是香港几代人 珍爱的开心果 却成了演艺圈 最孤单的妈妈 1987年 42岁的沈殿霞 生下女儿郑心仪 丈夫郑少秋 却抱着小三在旅游 之后 沈殿霞提出离婚 带着女儿去了加拿大 没有爸爸的郑心仪 看到沈殿霞 与异性接触 哭着说 妈妈可不可以不要结婚 我怕叔叔对我不好 我会很凄凉 沈殿霞赶忙抱紧女儿 妈妈答应 妈妈答应你哦 不会交男朋友 为了挣钱 沈殿霞重回演艺圈 奔波在拍戏 和照顾女儿之间 一天只能睡四个小时 青春期的郑心仪 暴饮暴食 15岁就208斤 沈殿霞怕减肥伤身体 就先自己试遍 所有减肥方法 再花十个月 陪女儿减下100斤 女儿毕业舞会 学校要求爸爸 陪女儿跳舞 沈殿霞就穿上男装 自己去参加 20年时间里 沈殿霞 沈殿霞从不在女儿面前 说郑少秋不好 反而鼓励她 多跟爸爸联络 沈殿霞还经常 带女儿去做慈善 她说 我要让她知道 吃比受更有福 要去帮人 尽你的所有 2006年 2006年 60岁的沈殿霞查出肝癌 时日无多 一批眼泪都没有掉 我都没有 因为我说 我为了我的女儿 我再痛苦 再辛苦 我也要活下去 沈殿霞开始 拼命给女儿铺路 女儿爱唱歌 她就请求 音乐教父刘家昌出身 做女儿的老师 2007年 TVB40周年台庆 为了带女儿露脸 沈殿霞打了两支强心针 坐在轮椅上 坚持了三个小时 2008年 沈殿霞去世 留下六千多万 可她却并没有 把钱给女儿 而是托管起来 每月只给女儿生活费 直到女儿35岁 才可以继承遗产 父母爱子 则为之际深远 哪怕沈殿霞已经离开 但她的爱 会一直伴随着正心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